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分享是中文分享 然后我是素爽 是Apache Echarts项目的PPMC Apache Echarts项目呢 现在是在Apache Incubating的阶段 名字叫做开箱即用且个性定制 现在我们开始 Apache Echarts呢 这个是个开源的数据可视化库 它是现在GitHub上面的 大数有4万多个 其实是在这一个领域里 数据可视化 外国领域里是排名比较非常靠前的了 然后它是一个在Web这个技术上面的 那么主要运行在浏览器里面 以及Headless的浏览器支持的server里面 那语言也是用JS写的 然后现在在5.0中迁移成了TS 特点是它比较面向于易用 并且在比较强的扩展能力和动画能力 以及大数据渲染上面 它这个项目的历程从13年就开始了 对象 然后预计发布了1.0 不是13年的时候发布1.0 那么到今年的话 实际上已经有六七个年头了 它实际上一直都是在前进中 从最开始的非常简陋的一种状态 到现在已经在功能上比较完善 并且社区不断壮大的一个状态 今天这个分享的主要内容呢 先看一下eChats它本质的一个任务 这个开源数据可视化库 它实际上是做什么的 简而言之就是收到了用户的 对于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的需求的描述 然后把它转成浏览器能够接受的API进行渲染 然后来看的后端的话 用的是Canvas API或者是SVG来渲染 那这两件事 那就是eChats来做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如果一个用户他熟悉Canvas SVG的话 那他自己其实也能够去把数据转成图表画出来 那当然这样做就会非常麻烦 eChats所要考虑的问题是 他帮助用户来做这件事 那么帮助到什么程度 这是我们所主要纠结的一个问题 下面的事情都是围照着这个事情在讲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折线图 那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图表都是折柱柄 在能够看到的 eChats现在的接口通常来说 他描述这个通过描述这个可声化需求来绘制的API在左边列出来 是描述了这个需要有X轴Y轴 然后画一条线还需要有tortive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可以看到他这个描述是非常贴近于用户的本来的想要做什么的一个描述 而不是贴近于到底怎么来绘制这个图的一种API 而我们面对的图表不仅仅是折柱柄这么简单 实际上数据可视化里面的需求是无限的 虽然大部分都有折柱柄 但是不能忽视各种各样的需求 那这些需求用怎么样的抽象来满足这些需求的绘制 抽象的太多那可能这个事情太重 并且不会被很多人使用到 而抽象太少实际上就达不到它的设计目标 就是帮助用户专注在可视化本身而非怎么去实现 所以我这里画了一个图 就是这个红点大概代表于我们对API的这种抽象的能力 那上面这个金字塔间呢就是更贴近于用户需求 而下面更贴近于底层实现 比如说可以认为Canvas API或者是SVG 他们更贴近于怎么去实现这件事 那么他们更贴近于实现这件事 所以他们的能力就非常强大 虽然Canvas API非常简单 它的语法还有API的数量都比较简单 但是他们能做的事情 因为是组原子的所以就非常强 而越到越上层 他们能做的事情越少 但是他们更贴近于用户的需求的枚举 而eChat所依赖的图形库像ZRender 那它相当于处在中间的位置 而像第三之类的这样的库 也类似于处在中间或者更偏上的一些位置 这里面就需要考虑到既然eChat选择了 它的API在上层更贴近于描述用户需求 那它就需要考虑到怎么样把事情做得非常容易 就是为什么要容易呢 因为真正需要使用数据可视化的 不光是很熟悉可视化领域的程序员 或者很熟悉前端开发的程序员 那又还有很多可能是后段开发 或者是根本不是技术开发的人 或做数据新闻的 或者他们即便是技术能力很好 但是我关注的是可视化 本身的展现数据的挖掘 不想在实现上面会花太多的心思去 那它就需要有更加贴近于他们需求的表达 所以在eChat设计API的一个主要的原则 大概是对于大量的同质化的问题 那么用更贴近于用户需求的描述的API 也就是声明式的option的那种方式来解决 那它关注的特性所需要达到的目标 就是让用户使用起来简单 而对于很多少量个性化的问题 它就反而使用比较原子性的API 来暴露给用户 那它关注的特性就是主要能力强 先说简单这个问题 简单指什么 那首先简单 我有忽视的一点是容易学习 因为实际上造一套复杂的API 实际上相当于造一些DSL 那它们是如果学习成本很高的话 那可能反而起不到帮助开发者来实现可视化的目的 它还得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进入你这个领域 学习你的知识才获得 它是否可以直接用它已有的 比如说机缘Canvas SVG来做 简单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在eCharts里面 它为了一学习 它会经常会扩展已有的概念 像坐标系系列这些概念 坐标系在于学生们都已经了解这个概念 而可视化本身大部分图表也会基于这个 折出品都在坐标系里 那这个概念是自然而然就会能够被使用者理解 而系列这种概念呢 它实际上比如说从微软的Excel开始 那它们都有这个系列概念 一个系列series代表一系列的数据 这一系列数据映射到一条线或者一组柱 那这些概念都可以复用过来 不用添加新的 尽量用学习刷领域的概念容易学习 另外就是要保持概念的一致性 从而可以举一反三 比如说命名规则使用方式的一致 不同的组件 无论是坐标系还是某一个特定的图 还是某一个用于数据伸缩 缩放的组件 那它们比如说布局 全都用统一的一种属性来设置 left right bottom 那这种统一就可以使学习成本降低 而这个统一并不是在Echat自己实现里 还是会有一定的代价 因为最开始并没有注意这件事情 花了一定代价把它用成统一了 另外呢 比如说对于各种组件系列进行索引的时候 都通过index name ID 三种东西来进行索引 这样的话 对于不同的场景下 它都可以复用这个概念来进行操作 然后还有对于不同元素的样式设置 都用item style或者line style 这种名词来进行设置 设置的配置方式也一样的 这就是一致性的一个重要性 另外呢 如果虽然系列最开始代表一系列树 映射到一个图 但是后续有很多的其他的图表 比如说树 矩形树图 比如说虚质图 那它们其实和这一系列树的一个表象来说 稍微有点远 并不是说在作妖系中一条条线 对应出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们仍然去沿用这个系列这个词 就是为了这便于去理解 而不是会新造一些概念 一学习还有是在增加概念时的克制 其实也是增加API时的克制 就实际上 争执非常多的就是每次新增功能的时候 像一查此Option 也就是API上面进行增加东西的时候 会需要想向后兼容 甚至尤其是想向前兼容 这个东西在之后 我们功能扩展了 或者是理解更深的时候 还能不能用 是不是会有兼容的负担 我们这个新增的这个属性Option 是不是足够通用 而还是只是为临时的这一个场景而使用的 那这个进行的考量非常多 下面简单就是一使用 一学习一使用 表达用户需求而非实现过程 是说的这个API API就刚才的图而言 它的抽象层次非常高 它更接近于用户需求的表达 而不是可视化具体怎么实现的一个个指令 所以它实际上声明式的 那实际上类比于在外国世界中的HTMLCSS 以及像现在的MVM的各种里面都会有模板 那这种声明式的描述 实际上在生产力上是得到验证 它可以比较合适的去加快研发速度和理解的速度 而相比于类比一下Canvas的API 那Canvas的API是非常精简的 那么几个API就能做无穷的事情 但如果真的用这个API来画图的话 实际上你会需要组织大量的指令语句 那实际上你仍然是需要往上抽象 要不然你就无法管理这些逻辑 那对于第三呢也是第三类似 第三会比这些SVHCanvas高一层会做了抽象 但是它也相对于比较靠下 那么它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呢使用起来会麻烦一些 所以这还是刚才那张图 就是不同的层级 eSARS现在开放的层级 它的API所在的层级在最上 那既然下层已经有第三这么强大的酷 来进行帮助用户实现可视化的这功能 那eSARS也没必要在下面做过多的一些事情 更主要的还是在上层的设计 然后既然它的API更加靠上 那它就需要做到封装实现方式在内部 比如说它封装了视觉映射 数据怎么映射到视图 封装了布局 封装了图源的联动关系 使你能够和图表进行交互 洞察数据去挖掘信息 那么这样自然好处是简单 而它弊端呢既然这种是封装 那肯定它实际上有一定的枚举的性质 而不是让你应付自己去组合 那如果遇到了非常奇怪 非常小众的需求 怎么样去定制 举几个例子 这是还是封装的例子 比如说实际上最常见的 需要对数据进行缩放 那这个缩放无论是这个条托动 还是在屏幕上缩放的话 它实际上都是封装在内部的 而声明的时候 只是声明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能做到 而这是另一个例子 Link 就是不同的图 它在一个图上进行Hover的时候 另一个图也随之联动 那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有一定特殊性的 但既然在可视化这个领域里 会比较多的被提及涉及到 也会被进行封装进去 那它的定义在左方 这个就是会相对来说很简单 下钻 比如说这是一个虚质图 我点击一个数据进行下钻上选 然后这种行为也是被封装进去的 实际上默认就有这种行为 那么这个是变换的封装 图形变换 数据变换 增加一些starting的能力 比如说现在点代表数据 如果对它进行聚合 那它们聚合成这个 如果在柱子进行 换成别的方式实现 那这些transition动画的这些能力 具体怎么实现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都要封装在里面 它会丧失一定的灵活性 如果真的要做这种 starting的这种事情的话 不一定能够做到如第三那么强大 但是它至少解决可能 比如说70%到90%的场景的问题 使你制作的非常快速 那这件事情就有它存在的价值 这是布局的封装 那比如说树状图的布局 一个tree怎么展示 这是很显然的 好 封装这有说到这里 然后 这是布局的封装 还有这个是label的封装 label的话它需要去重 需要避免重叠 那这些算法都会在内部进行实现 不仅避免重叠 还需要有它不同的一些展示方式 用户需要描述的是它的需求 但是不太关注于它的展示的方式 封装讲到这里 然后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是使用简单 比如说是默认值 实际上最开始画右边这个图 最简单就用左边上面这块设置就行了 但实际上它声明了xy轴系列 tree这些组件 它没有交代这些东西 它们的关系联动怎么办 那如果是声明多个 如果一个图里有多个轴 多个坐标系的话 那就必然会需要设置它的联动方式 而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这些联动方式 如下面这个都是零 那就可以省略 实际上这种省略的默认 只是经常会在eChats设计API社会考虑 它就力图使最绝大部分的场景 能够简单使用 因为在绝大部分场景里 就两个轴 一个坐标系 还有使用简单 对用户的数据进行猜测 数据里它可能有维度的信息 比如说这里例子里面 有product sales 这些维度的信息 也可能没有 它把维度信息放在 它不给它定义名字 那实际上 它会做这种猜测 猜测你的第一行 是不是放了维度信息 还是不会 虽然这种猜测 会有失败的概率 但也是会处理 绝大部分的一些需求都能满足 然后另外像有的列是数值型的 有的列是字符串型的 那这些信息也会被探查出来 甚至有的列虽然是字符串型的 但是呢 它实际上表达的是数值 因为在GS这种语言里面 它实际上是一个 没有强类型 没有静态类型生命 那它有这种容错 允许你用字符串型的数值 来进行传输 虽然这不是 我自己不认为这是好现象 但是呢 既然在这个生态是这样的 所以就 也就需要 需要接受这个现实 所以也会对这些事情进行兼容 下面简单这一个话题讲完了 下面就讲了字符串型能力 那么简单已经满足了绝大部分 百分之八九十的需求 但是剩下的百分之十的需求 其实ESAS也是要去 对它做些工作来完成的 因为最上层的API 它是虽然它的概念简单 但是它更贴近用户需求 所以它实际上是具有枚举属性的 那到现在为止 ESAS应该已经有百千 上千个option的配置项 那这些配置项尽管有这么多 但是它也没有办法涵盖 所有的数据可用化需求 因为所以我们会需要注重于 能够有一些自定义的能力 满足不了这些需求的话 就是有一些图表 新提过来的衣术告诉你 我有这个需求 它不一定会被采纳进入 ESAS这个库里面 因为它可能是非常特殊的 那也有可能呢 这些需求它确实是通用的需求 但是它在一个产品软件工程过程里面 它来不及被内置 这些时候 这些自定义的能力 都会有它的作用 然后另外一个是样式设置 这个是我们可以提供ZIM 但是这只能是一种指导 是有很多很多各自的产品 需要它们的特定的样式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稍微特殊一点的图 那这个图上面图 SIMBLE就是箭头 上面的 上面也用很多具象化的东西来表示 那这种事情就不会内置 做成一个图表 而是会需要暴露一些东西来定制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 对API设计一个挑战 就是前面讲了很多的是易用 而现在要面对这些情况是 要偏重于怎么样能力强 那这两者实际上一定程度 它的风格是不太统一的 那怎么去结合它 另外呢 我既然能力强 我需要开放底层的很多东西 那到底开放哪个 封闭哪个 这个界限在哪里 是需要进行探讨的 这个图里说了 就是现在Option在顶层 它不满足需求 它就需要是不是逐渐开放下层 把下层的图形元素绘制的 或者是图形元素配置的一些 逐渐开放出来 让开发者能进行组合 我们先从一些社区上面 做出的例子进行探讨 那么上社区的例子里 我们会发现很多社区的人 他会喜欢定制一些特殊的样式 这种样式 这实际上是个丙图 但这个丙图呢 我看了很久 我也没有才搞明白 它到底怎么定制出来的 实际上样式设计是非常精致 那实际上它用了好几层 丙图用包括采用了渐变 采用了图标 采用了阴影 然后来让这个事情弄得很精致 那这个例子好像有点卡 这其实也是类似 也用了很多阴影渐变 甚至用 用那个仪表盘图和丙图的结合 来达到一个特殊的样式的效果 这样也是 这实际上 实际上是用eChars本身提供的 一个象形柱图来做的 因为在那个上面 它能够放很多的图标 或者SVGPath eChars本身 它没有提供这种三维的 就是假三维的这种图 但是也不妨碍开发者自己去定制一些类似的东西 这些例子都是从Gallery上面 社区人们做出来的一些例子 那么能够发现 他们很喜欢利用 阴影 渐变 图标 SVGPath 以及对每一个图形元素的Style进行设置 来进行组合生成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他们虽然长期于柄图 然后仪表盘等等 还有坐标系 但是呢 他们最主要的点就是 用上面列的这几个概念 这几个概念呢 就可以组合交叉 所以在eChars中 它实际上做对一件事 它保证了这些概念是通用的 哪个图表都能有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容易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进行组合交叉 而这些概念就已经比较有别于 前面说的贴近描述用户需求 更加倾向于它是一个原子的概念 在这个图里 这个图每一个方块 这个时候是倒着写的 就是说上面的这个方块是表明 这个API的数量 越放下 API可能数量越少 但是越原子 那它们能够交叉组合 实现的东西越大 越上面是越枚举的 枚举的API数量 就不如同eChars option 成百上千 但实际上它的能力会变弱 那现在关注的下面呢 更原子的API 怎么样去提供给开发者 比如说除了上面的一些样式定制 还有这个老生常谈的坐标系 和系列组合 那么哪一个系列图 它不一定都会放在同一个坐标系里 可以放在不同的坐标系 而每一个坐标系呢 它又能够承载不同的系列 这样交叉组合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就会很多 这个是一个eChars的图中 有两个坐标系 就是多个坐标系同时存在 那各种坐标系 这个是三种地理坐标系 极坐标三点 还有其他的平行坐标系 单轴或者日立 那有这种组合情况的话 就可以做出很多 这个也是一个社区而来的例子 做的是关于新冠病毒的一个 日立坐标系上的一些可视化 信息的一些可视化 如果现有概念组合仍然不够用的话 那就需要开放更底层的接口了 就是图形元素的一些接口 但是图形元素的接口的话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的话 内部的图圈 内部的方法 是不是能够随便的就开放出来 随便开放出来时 其实上是最容易 对当下开发省事的 就是我可以任何改内部的 内部的图形元素 然后来达到奇怪的冷门的需求 那么内部的方法也是一样 还有一件事情 是不是能够通过继承 我既然有不同的系列 如果一个柱状图 满足不了我的开发者的需求的话 是不是直接让开发者 能够继承这个系列的 这个面向对象的这个class 然后来进行扩展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它所面临的维护挑战 就是当下满足 但是以后可能就很麻烦 因为以后会对功能进行更改 会对性能进行优化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工程过程中 它是不断对可视化理解加深的 以前的一些实现也会被替换掉 如果都开放的话 你没有内外的边界 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然后另外它还有学习的挑战 就是你把一切全都给开放出来 比如说直接把系列能够让人继承的话 那只有对于特别熟悉这件事情 才知道我该怎么做 另外如果你去开放继承的话 那实际上在JS语言里面 你就相当于把所有的内部的 private的变量暴露给外部了 那实际上这个 这个实际上是并不可控的 所以这个开放和封闭的边界 是要谨慎和克制的 比如说可以通过分析案例的共性 和个性寻找边界 在绝大多处的案例里面 实际上共性 比如说它们都是在坐标系上 它们需要布局 它们需要Turtip 需要Legend的这些组件 能够提供选择的能力 这些都是相同的 它们不需要关心 这具体怎么实现 而它们的个性是每一个图 它绘制的样式不一样 代表的含义不一样 那在这 虽然这些坐标系 也可能会需要扩展 那但是呢 这些事情会比较少 那就先往后放 先把最个性的东西 只暴露最个性的这些东西 这就是后来做出来 自定义系列的一个设计原则 那么自定义系列 它相比于直接继承来说 它需要你开发者做的事情少多了 它虽然也是暴露了图形API 就是你在设置系列的时候 你需要自己渲染去 告诉Echars 我需要绘制什么样的图 比如说Polyline 这样折线 或者是Rack 或者是Circle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告诉它渲染的什么位置 什么样颜色 那这些东西虽然暴露了 但是它这是 克制的就是说 它仅暴露一次 其他的各种 比如说Legend的用户行为 Toolative的行为 那这些东西 不需要开发者来进行操心 并且它虽然进行了暴露 它并不会把内部的图形元素 暴露出来 并不可访问 而只是 仍然是在一定程度上 声明式的描述需求 以隔离这种过度侵入的不可控 这是网络上 社区里面 自己做的自定义系列的例子 那么有这种东西 那这种测出需求的图 就都可以做出来 还有一些是 默认不对的暴露 只暴露稳定的 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开始并不太确定的时候 先不暴露 那等这个接口稳定了再暴露 有一叉子很多的接口 确实是这样的 开始的时候 并不确定这个东西 该不该暴露 但你一旦暴露了以后 你就要对它进行向后兼容 哪怕以后改了 也需要留着它 但如果存在了几个月一年 都没有进行变化 那可能会认为可以准备好 好 这个是大概今天演讲的内容 总结一下的话 它实际上是 带来这个社区的繁荣和创作能力 最多的还是 易用为先的概念设计 更切近于用户的需求 对下进行封装 而对于更加常位的需求来说 它会谨慎 而暴露一些底层的东西 但是一暴露 就是更原则 更强大的组合 好 谢谢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要是要是没有问题就下一个下一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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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场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一场 好 那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